相信自己 熟练度最高的 就是说相信自己的绝活英雄 就比如说你看 这把蓝色方的酒桶 以及瑞文这两个点 都是只操作的 对 而且其实奥拉夫 打酒桶这样的阵容 加利奥这样的阵容 还是挺好的 比较舒服 毕竟诸神黄昏 大招免控一卡 你看左边 其实前面三个楼选取的英雄 他们都控制技能都非常足 左边半掉两个软斧 这也是 我想提的一个点 就是无畏征装模式 在之前的赛季 我们仅仅只是看到 硬斧登上我们的职业联赛 但是在这个赛季 有了全新的 无畏征装模式的赛制 软斧也慢慢有了 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其实这场比赛 WBG在辅助位置上 就是挺难拿的 就是路路 卡尔玛一按 雷欧纳 牛 奥恩 泰坦 这四个硬斧都按掉了 那还剩什么 机器人 是的 就又只剩下这些硬斧了 而且你看右边这个 西维尔加奥拉夫的阵容 如果再配合上一个卡尔玛 或者是路路的话 这就是一个三窝轮 对吧 这三个人都有往前面冲 往前面加速的技能 加速 对 打团起来真的太舒服了 再配一个猴子和冰武 左边 飞机了 但左边的话 因为是蓝色方 第二轮是两个英雄全量的 不存在说拿飞机去摇摆什么的 他们要直接亮明自己的位置 看一下最后一手 基本上还是得亮一手中单吧 但是其实中路现在剩的 倒霉 也不多 确实 对 你看就只有这些比较冷能 比较吃操作的英雄 刚才在想 就是飞机能 就是能补一点AP的话 可能还会出战士 是的 你看 在大家玩到最后一把之后 选一手的速度也变得越来越慢 就还在思考 在和自己的队友沟通 我选这个 可以吗 你选这个 到时候可以联动吗 最后的大树 由奶酪 操刀 大树 是的 确实也就剩一个大树了 就也没有太多 很好的应付来用 那大树这个点的话 其实 还是要 就是看 选手 看手感 看那个大招释放的怎么样 因为 其实刚开始 大树这个英雄出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说 在比赛当中 也很好的一个发挥空间 但是发现有时候 就稍微有一点陷阱 没错 主要是大树这个英雄 他尴尬的一个点 在于哪里呢 他在于 你用二技能 这个捆进去之后 你就出不来了 所以 每一次 你二技能捆绑进去的时候 要么就是已经 做好了赴死决心 要么就是 这一波 你有大概90%以上的几率 可以造成击杀 你才敢这么捆进去 但是呢 呃 换说回来 他毕竟有个大招 可以进行远距离的开团嘛 而且 再加上 手游地图本身就小 是非常擅长大树 就是 非常容易 让大树的大招去发挥 他的命中率非常高 再加上 在劣势情况下 树玩子啊 也可以给他们 弥补在劣势情况下 视野方面的缺失 是 那WBG 其实这场比赛 又是拿到了 自己非常熟悉的一个 冲阵的体系嘛 有奥拉夫在 包括有大树 有猴子 是 还是看一下 整体能不能冲起来 冲就完了 这把对于他们而言 那其实 NOWA这边 一个刀妹 一个锐文 我们平时 就是上单三姐妹 就差一个青钢眼就出现了 没错 主要是青钢眼的话 上把已经选过了 不然这把他就选了 但是NOWA战队 他们的核心选手 新斗期啊 依旧是在这把 选到了版本 不管是 翻率还是选率 都非常高的 九筒啊 还是挺期待的 因为九筒 其实在冬季赛当中 目前看 被按在班位上的情况 是非常多的 是的 而且这把的话 作为红色方的WBG 他们并没有选择 在最后一把 去搬掉九筒 一看就是有备而来 可能这把 他们在赛前 就已经商量好 把九筒开给对面 我有奥拉夫可以去打 而且理论上啊 这套体系是非常成功的 而且又是换线 中路的话 九九的飞机 一个人站中 浪鬼过来帮Sani 进行前期的一个对线 而且刚才在一级的时候啊 浪鬼是在中路和飞机 同时处理第一波线的 正义重拳 因为吃到了中路的 第一波兵线的经验 所以浪鬼 在来下路的时候 可以比对方的下路二组 提前一步到二 先攻total 二技能定住 一技能上来了 再是个比喻双刃 拉到对方后排的西威尔 点火挂上 再是个一技能刷新 讲起砍货 暖速盾 巨满力 嘲讽到对方的奶酪 但是奶酪知道 对方伤害不够 所以连闪现也没有交 就刀妹这个点 说实话 就是如果你让他一打二 可能因为手短会难过一点 但是有浪鬼的帮助 他本身其实打中AD英雄 就是非常有发育空间的 就本身 刀妹作为一个战士 就像你说的 去对抗这种比较脆皮的AD英雄 就会比较占优 尤其是辅助 还给他配了一个加里奥嘛 有正义冲拳和素狼护盾 两个控制 都可以保证刀妹的比翼双刃 成功命中对方 而且基本上 只要比翼双刃拉到 你有闪现也会死 因为可以刷新自己的E技能了 是 其实这个换线 NOWA这边还是挺开心的 奥拉夫 吃完和谐 瞬间刀武有大招 原来这个大招 凶来跑路的闪现过去 瑞文二技能大伤害 再次一个大招到二段 可是并没有造成击杀 反而是挨冰 冰爪下来的一个二技能将其定死 这一步好可惜啊 奥拉夫好像是撕血被他给逃掉了 惊奇撕血锁住了 而且双方又是集结的速度比较快 这就是换线带来的一个 算是一个连锁反应 因为NOWA下路是两个人的 所以赶过来的速度 肯定是没有对方极可快的 对 这个时候就是硬要想杀奥拉夫 其实机会抓得非常不错 但是运气上差了一点 差了一点 因为最后我看奥拉夫那个血量 可能真的只是个位数的血量 没有死 三技能上去敲一套 不灭的猴子 要进行一个换线 上路的话 又换到下路来进行对线 大导弹 消耗一套 星斗的话 现在还没有出山 九筒的话 还是在稳步的发育当中 又来了 阵营重前 冲起对方的奶酪 但是被大叔一技能给击退了一下 可是极限距离 依旧是嘲讽到对方的奶酪 星斗期这波 山山来迟 不然的话 应该是可以跟上自己的控制速度 星斗的话 这把就是明显的 没有很着急 把自己的节奏 稍微放缓了一些 前期以刷为主 是吧 其实决重局 双方打的反倒是都很冷静 稳下来了 双人组站中 主要这个时候的话 你在面对对方飞机的情况 你必须要把西威尔换到中线来了 而且这个时候 把西威尔给换到中线 他的倾线速度 是远大于对方的飞机的 主要是西威尔这个英雄 他招牌就招牌在他的倾线能力 这个二技能弹弹弹弹 倾线速度可太夸张了 两个二技能一波线 没什么问题 倾线速度很快 所以中度的线权的话 稳稳地拿 对站得很死 马上第一波资源头要刷新 中路这波线 对于蓝色风来说直接放弃 自己没有人来看了 因为他们知道这边上班区的资源权马上就打起来了 冰封铃木给到自己在这个闪现躲掉当面的比翼双刃 但是这一波如果冰尼没有大招的话 红色方式很难聚集的 还是要打吗 正面飞机一个带大招包的瓦尔基里俯冲 瞬间拉开自己的身位 但是冰尼 冰尼还是没大 猴子 一个二闹天宫 炫起对方的离骚 两边要进行一个攻守的互换 反而是WBG主动换成了下班区 想要争夺这个小龙 但是星斗鸡好像没有继续和对方来争夺的意思 一个人在上路先控这个牌子的自走放牌 还是想打 那又打了起来 伞力这个位置被留住了 比翼双刃也拉得非常好 在这个一技能找到对方挨冰的位置 知道挨冰没有大招 但是伤害不够 自己被套离一个虚弱 很危险 反而是由蓝色套的飞机拿到WQ 但是星斗鸡这个三弦好像失误了 可是没有关系 最后的滚动九筒出发先攻 还是带走对方的花梨 完成了一波单杀 这个伤害我的天 看不懂 这就是一个滚动九筒 一个星斗九筒的魅力吗 配合上那个先攻被跳死了 对 这波没有先攻也不行 瞬间血条消失 对 先攻加上他的一技能 我确实没有想到 他那个一技能顺爆的伤害会这么高 因为九筒那个一技能是 原地存留的时间越长 伤害越高 但他那个一技能是顺爆的 其实当时西威尔这个血量 我第一感觉是没有在斩杀范围之内 还是被斩杀了 但是他气算还比较精准 虽然看下这一波 杜朗护盾朝两核 但是刀妹这个一技能 直冲对方的后排 三逆 打完一波之后直接拉出来 反而是 对方自己人员的伤害 被套上了虚弱 然后这一波再来看一下 顺爆 真的是顺爆 滚动九筒 还有两个血量就这样消失了 那虽然WBG拿到了第一条龙 但是其实付出了很大的一个代价 而且奥拉夫这种冲阵的阵容的话 也是有一定压力在的 对 有一些进攻压力 奥拉夫这样的英雄 只是打到后面也没用 他主打的就是一个前中期 就星斗感觉拿了一个酒桶 虽然说就是前期非常的平静 但是在关键的资源团上 还是有很好的一个发挥 对 控到了自走炮台 然后也对对方的 AD位的选手进行一波单杀 表现非常不错 要开大招了 大闹天空 炫其对方的两个人 还有个二闹天空在手里面 炸出来 再接一个肉弹冲击 直接被冲死了 哎呦星斗 这把又被他给玩起来了 这个角度非常的精准 浪鬼这边还是有杀 展现过来杜朗古顿 小打断冰爪 但这个收缩的时间 稍微短了这么一些 并没有预判到冰女冰爪 过去的位置和时间 虚弱挂在奶酪的身上 打出了奶酪的闪现 蓝色方 反倒是NOVA这边 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而且其实中路的防御塔 也是已经被NOVA这边推掉了 是的 所以接下来NOVA的进攻 会进行的更顺利一些 而且蓝色方 他们的三座一塔 血量始终保持的非常健康 就不知不觉当中感觉又被NOVA越引起来了 嗯 还要对你的野区进行一些压制 这奥拉夫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酒桶 把自己的野怪给反了 因为在打野位1v1的较量上 其实奥拉夫是对于酒桶的一个counter 但是没有办法 除了星斗七之外 NOVA战队其余的几名队友 他们的发育以及发挥都非常的出色 而且感觉这场比赛 就是萨尼的刀妹 有点选的神来 神来一笔 对 有点这种感觉 主要是打团的时候 对线就不说了 已经给到对方ADV压力了 主要打团之后 他还可以给到对方的后排压力 发挥的确实不错 就是萨尼一个中路选手 大家这场比赛 就是跟浪鬼一致抱团 作为一个双人路来打 还是就适应的挺快 是的 有点不敢往中路走 不敢去接线 但是你看 大树这个英雄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在这种可能比较被动的局面之下 毕竟有树而自在 不用把自己的肉身挺进去插眼 这个蓝buff 可能又要爆发一波团战 蓝buff团怎么说 有没有人先手 有没有人发起这波攻势呢 没有 阿拉肥团承接 刀妹在上路继续带线 对 赶紧回来防守 三地执行的也非常好 队友应该给信息说 去你那边了 立刻就撤 完全不贪 铁骚 利用自己的E3 各种各样的穿墙 玩得非常的滑溜 而飞机这波应该也是有自己的大导弹包了 欢迎刚落 想要先动动的九九机 大导天空机闪现 赶紧拉脱继续身份 但是正面也开起来了浪跪 杜朗护盾炒粉刀 对方两个人 飞机的大导弹 轰炸对方花里的身上 但花里一继续往前面挺进 反而是把飞机给秒掉了 还逼出浪跪的一个闪现 会会有弹势奥拉夫 他发疯了 开启诸神黄昏 直接把你给冲死 而且移速非常的高 哇 这是什么情况 瞬间的一波倒地啊 能够把战队的下落二人组 拿到了这条龙 刚刚有一个小的细节 就是在大家看不到的边缘的角落 李骚撞墙了 撞墙了吗 对 好多失误了啊 他想过来 就是那个墙运比较厚嘛 他其实想过来 哎呦 这三下 撞到了这边 全部的四个人 在这个爆破中够 又炸到那四个 这波中的AOE拉满了 但是现在队友可以完成收割吗 李骚开启诸神的大招 一技能正在虚里 哎 暂时个二技能将其定死 而且倒霉 也找到对方的997 配合上李骚 大招二段的伤害 将其砍货 人头给到散逆 哇 这一波 一波来自于 星斗七瞬间的攻势 这个熟练度 他的三技能 肉弹冲击和大招爆破九筒 都顶到和炸到对方的 全部四个成员 谁说不能人少打人多 这这波也太猛了 虽然说自己最后阵亡了 但是我说实话 他这一波发挥出的功效 比其他其余几位 存活在世的队员们 更加的大 就刚才的一个团控 刀妹和九筒 两个人都打了 非常漂亮的团控 对 哇 这一波也太帅了吧 深情回放 九筒的那个大招 还有三闪的一个操作 主要是 他那波进场的时机 也找到非常好 刚好是找了一波 对方四个人 就是团在一起 抱团手在一起 一个声位的失误 哇 太夸张了 而且对方也 确确实反应不过来 毕竟是个三技能 衔接闪现嘛 瞬间其实把刚才的 一波小的颓势 对 一小波团战的颓势 虽然说经济一直领先的 就让刚才WBG 那一小波团战 获得的优势 当然无存了 对 但是接下来的话 其实两条龙 都是在WBG手里 看一下能不能有龙魂 是的 虽然说右边 龙树领先 但是左边的经济 已经拉开到了1万块钱的领先了 想要来顺势推一下 对方1500滴血的中路一塔 但是蓝色方 这不可能给你这么轻松的推啊 又来了 独狼户端还不错的 爆破九种 但是这一次好像 炸了一半半了 刀妹已经找到对方的后排 直接切死了 再去一技能 上墙 怎么伤害够吗 但是他好像是被西威尔 给终结掉了 猴子个大到天空 炫起对方全部的后排 配合上自家的西威尔 好取波三杀 这一波 罗马战队 并没有再次长到前头 而且还要损失一条大龙啊 是一个五打四 但是可以看到 瑞文在上路一直带线 对 看一下这波的回放 就是WBG知道 你上下两路都有人露头 所以瞬间在中路 其实想要赶紧集结 对 这是刚才那波 是的 刀妹的波大闪 再配合上 九桶的三闪衔接爆破九桶 刚才非常美如化的一波团战 这波真的太优美了 这波团战 刀妹比一双刃拉得好 九桶的大招炸得好 对 而且刀妹第一波 它是大闪的进场 它的大招也命中了 全部的四位成员 刚刚可以看到啊 就是瑞文在下路直接拆到高地 大龙的话被微博这边拿下 就还是说到大龙团那一波 其实机会找的是很好 但是诺瓦我觉得稍微有点着急 就是看到上下两路 对 其实上下两路 瑞文和刀妹都是在戴心都是不在的 还是强行去接了一波团战 人少打人多 主要是我觉得 刚才他们只需要防守就行了 不应该追得这么的深 因为当时我们有看了一点小地图 离骚已经带到家了 其实这一波 如果离骚可以成功地把对方的下路高地塔给破了 其实丢一个中一塔 对于NOVA战斗来说也无伤大压 对 主要是他们要思考的是 这一波你贸然上去接团的话 会落下的连锁反应 就是你看这个大龙被拿掉 主要是丢大龙 那丢的可是大节奏 确实 看一下接触这波大龙 WBG能不能进行一波推进 但是现在其实上路的外塔 NOVA这边还是站得比较稳的 依旧健在 你看蓝色方的外塔 好像做不到太多的事情了 目前看来 看两边的这个阵型 猴子骑成霸轰机甲 想把团战你开起来吗 但是小龙刷新了 机甲时间也到 离骚一个一三线下来 又是大闪 刀妹的率先进场 但是毕竟挨冰是有冰封凌目的 但他还是把就跟大树给切死了 苏若套在猴子的身上 是正面战场 有蓝色方 好像是打了一波大获全胜 刀妹已经拿下了一波WC 并且残血锁住了 瞬间 NOVA战队大猪团灭 而且中路有冰线 他们甚至可以一波带走比赛 哇 龙都不用打了不到16分钟的时间 NOVA这边要一波了 这谁能想得到啊 一波突然的死亡 而且对于NOVA战队而言 他们可以直接砍获BO3的胜利 让我们恭喜NOVA2比1 获得BO3的胜利 感觉结束了有些突然 我还在思考 要如何去铺垫 两边的这一波小龙团战 但没想到 连小龙都没有拉起来啊 团战已经爆发了 并且一波把对面给带走 就主要是刀妹 嗯 三逆 是的 他值得一个MVP 就是为什么突然结束 还是因为他突如今